当中是什么样的 16666号 孙先生 74岁 沈阳人 离异 有住房 企业退休 子女已婚独立 一个人在都市生活久了 离村沫的人越来越远 人毕竟来源于自然 亲戚于自然的心 这就是我向往田园的缘故吧 我是52年的老兵 部队右党 亲近看看一生 现在老了 归于原田生活 我是养籍 种菜 挺好 我每天早上会早早起来 搭理我的小菜园 菜里种的蔬菜 绝对是绿色的 从我打能药 但是你也不用担心 你在我身边 什么都不用你干 你就享受田园的绿色生活可以了 女嘉宾 你想和我过一个有质量的晚年生活吗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您在部队里边的时候是哪个兵种 我们是工程品 给国家构筑 那你应该是很能吃苦吧 吃苦一流的 我看你那个总监里边说 还喂过猪 干过好多的农活 是在部队干的还是回家之后 回家之后 对 现在呢 现在经营一块绿色原田 种的是绿色蔬菜 问问密室女嘉宾 喜不喜欢我们这款退役老兵 来到现场 男嘉宾好 我看这位大哥身材挺好 身材确实不错 身体也挺好 是个开朗人 开朗了 绝对身体棒 从来不生病 从来不吃药 天天在原田里 享受幸福的生活 现在是成交 在成交 那挺好 性格开朗 性格开朗 挺好的 既有城市的繁华 又有乡村的田径 人都说什么 要站如松 坐如钟 走起路来一阵风 我发现咱们男嘉宾 就是这种感觉 来 2号女嘉宾 你好 2号女嘉宾 你身有点红亮 身体挺好 谢谢你 身体很好 快吧 你会开车吗 不会开车 知道了 我有车 那您是会开车的 我会开车 我以为他会开车 咱俩处于旅游挺好 自驾游 你放心吧 我彻底在一起 我指定把车都给你开了 我们一起去旅游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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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学驾照啊 学驾照 我什么都会 但是我现在没有那证 那可不行 天哪 不能做违法的事情 是不是 毕竟要有证才能够上路 要学驾照 合法 一切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太大了 行 咱能学 那考过证嘛 咱也可以去考 对不对 好 女嘉宾有要求 男嘉宾就要去满足 而且要很有决心地达成这个愿望 我是三号女嘉宾 主持人好 男嘉宾好 你好 您田园生活挺好的 但您种的都什么菜 哎呀 菜均匀很多 但是我种出水平来 包米 现在还可以吃到青包米 豌豆可以种到第一批吃了了 第二批马上就可以下来 第二批吃了了 第三批马上又可以结上 我天哪 喜欢田园生活 那您会种吗 会种 我椒园种菜种花都会 这样一个能跟你一起享受 这田园生活的人 你喜欢吗 喜欢 喜欢 爱好相同 哦 这个很重要